譬如說有一次曾婉婷傳簡訊給我 但因為我很少跟她用LINE聯絡 然後她的LINE的那個 她自己設定的是叫做 Vicky Baby 寫給我 Vicky Baby 然後我的訊息一響 我就看Vicky Baby 嚇到了 我的腦袋就開始在撞 Vicky Baby是哪一個 Vicky Baby是哪一個 我就 我又不敢看 然後後來我在等她 在我身邊的時候我點開一看 曾婉婷就曾婉婷 我有一個禮物想要送給我兩位 閨蜜 是啊 人家真的是特別來的 能夠邀請到她們來 我真的是非常開心 這個禮物我要先送給婉君 真的好耶 那可以現在看嗎 可以現在看 今晚有戲 因為她現在單身 我希望她就是 這什麼東西啊 後面有對象的時候 對 可以用得到 她是 注意安全的保險套 然後 然後 曾經情侶的 對 謝謝你喔 好不好 然後妳的就是我覺得 我要獻給一個 跟妳那種純友誼很難得 是 所以我找了一個朋友 好害怕耶 我要下妳 我整集就開始一直下妳了 我從這個時候下妳 我不會 我覺得會有 好 謝謝妳 謝謝妳 孫子強 謝謝 難得有溫馨的結尾 真的 真的 我真的害怕 妳 她真的很害怕 妳給幫我收看 不是這什麼嗎 不行 她送給妳 她不會再讓妳受益了 妳放心 她不會有毛毛蟲 不會有蚯蚓 妳先答應我 要不然妳會男生小孩 不會有毛毛蟲 不會有蚯蚓 不會有蚯蚓 不會有驚嚇的東西 好 來 冷靜好 我冷靜開 妳要冷靜開 她怎麼不信任妳 她是真的害怕 算了 算了 非常受到好難過 我拿 我拿 不會 妳要 不會 她真的被嚇害怕的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還好啦 這是什麼 這是麵包蟲 那麵包蟲不會 好 我看一下 來 這個 沒有 沒有 都是麵包蟲嗎 在這裡 這是 妳們的禮物 我都是精心準備的 我不相信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它是什麼 妳幫我看一下 這是一包鹽 它是進化妳心靈 不要再讓妳那麼容易 受驚的一包鹽 進化磁場 我需要 我要搬家 對 它可以讓妳的新家 有一個好的磁場 我倒要撒在妳身上 謝謝 對啊 她其實就是那個業障 她就是業障 我曾經有一個男朋友 他跟我說 這是我的Sister 就是妹妹 但是這個妹妹我沒有看過人 然後就是他們常常就是 那時候就常常聊天 然後我記得 我對這個妹妹 有一天是為什麼 她的照片我有看到 哇 是一個超正的混血兒 然後我男朋友又很愛 那個時候我的男朋友 很喜歡混血兒 所以我常常打扮呢 把自己弄得很像混血 你知道 為了愛 對 為了愛 Anyway 然後這個女生剛開始 我覺得還好 好 我相信 因為畢竟 她們認識那麼久 那她會跟我在一起 一定是愛我 她沒有怎樣 有一次呢 我剛好就是 我哥因為住加州 然後她好像是在紐約還是哪裡 我有點忘記 我去找她之後呢 我就飛來去找我哥 那那個時候我是帶電腦 那她可能那個時候 電腦有問題 她就上了我的那個 我的電腦去上她的電腦 她忘記了去Log out 所以我一進來的時候 我一開以前都會跳那種 就是You've got mail 就有那個信息 我就覺得 欸 這不是我的 然後我一看是那個女生 你知道那一剎那好想點喔 然後我就點 點開了之後就說 就是我的當時的男朋友說 欸 你什麼時候要過來 你現在可以過來找我了 但是那女生就住加拿大 她在紐約 我剛走 就傳了電腦 我超不爽的 然後我就想說 然後我就打電話 因為我沒有見過這個女生 我就說 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要來 她要來可以 那我在 為什麼要等我走 你吵叫她來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當然她 就像你說的 男生越為別的女生吵架 我越不爽 她的意思是說 她認識這個女生超過於我 你不能覺得 她覺得不會因為 我不舒服 不跟這個女生那個 所以我對於這種什麼 Sister什麼 我就會比較敏感 但是之後我就覺得 其實有存有餘是怎麼樣 我跟陳志強真的是清白 是因為我怎麼樣傳語音 有的時候就是 自信也會搭個話 我們就傳語音或訊息是 另一半在旁邊 我們會光明真大的 看心虛打電話 心虛的時候 就是你突然看到一個 你覺得會心虛的簡訊 一定會站起來 比如說有一次曾婉婷 傳簡訊給我 但因為我很少跟她用LINE聯絡 然後她的LINE的那個 她自己設定的是叫做 Vicky Baby 寫英文 Vicky Baby 然後我的訊息一想 然後我就看 Vicky Baby 嚇到了 我就在 我的腦袋就開始在撞 Vicky Baby是哪一個 Vicky Baby是哪一個 我就 我就不敢看 然後後來我在等她 不在我身邊的時候 我點開一看 曾婉婷就曾婉婷 那什麼都可以 我看得下